她是校园小说中最深情的田狗 攒了半个月的生活费只为请校花吃一顿戏餐 而女孩却嫌她烦 直接把她拉黑 看着大大的红色感叹号 男孩不知道到底做错了什么 昨晚梦到校花把我删了 吓得我赶紧起来看看 还好 只是拉黑 原来她还是舍不得删 胖子有点尴尬 毕竟班长是她带来找韩贝塔 没想到班长恋爱脑突然发病了 我建议你去医院挂个号 看看脑子 对你有好处 上次高中聚会来 荣音回家就拉黑我 她肯定被你迷糊了 今天咱俩只能赢一刻 我多次拒绝苏荣音 你看不到吗 一会去医院看看脑壳跟眼壳 对你有好处 可能是你太黏人了 苏孝花才不想搭理你的 你又疯狂发信息 她就把你拉黑了 我不管 问题肯定在韩贝塔这 贝塔你饿了吧 咱们走 我给你做饭吃 肖小鱼看到班长情况如此不稳定 担心韩贝塔受伤 于是赶紧拉着她离开了现场 韩贝塔你去哪 这事还没完呢 回到竹林小院后 肖小鱼力索地开始做饭 我新学了几道菜 等一下做好饭 你尝尝 我来打打下手 哪舍得让你一个人做饭 以后我洗菜 你做饭好不好 老婆 我是说老是这样挺好的 他刚才叫我什么 我是听错了吗 贝塔我也饿了 胖子被班长纠缠的没办法 只好把班长带过来 刚进客厅的胖子就闻到了饭菜的香气 顿时来了精神 小鱼 这也太香了吧 待会我要炫三碗米饭 好 那我再多做点 对了贝塔 你可别把给我介绍女朋友的事忘了 云松 你找对象不能光看女生外表 没错 我还得看她那心是否善良 我是说 你还得看看你自己的外表 如果你稍微控制下饮食 减下来二十斤 我就给你找刘亦菲那样的 行不 真的吗 那我吃完小鱼做的这顿饭就开始减肥 胖子幻想瘦了二十斤的自己 帅得发光 那简直就是行走的精神武 胖子 你求人不如靠自己 你跟我学 拿出勇气舔到底 不幸不能成功 老班长你可拉倒吧 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贝塔自从不当舔狗 反而找到小鱼这样的好女孩了 你一边去 韩贝塔只不过换个人舔成功了 我早晚也能把荣云舔到手 很快 萧小鱼就做完一桌子饭菜 因为班长跟胖子的到晚 还特意加了几道菜 姚姚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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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领先 但 是苏孝花 她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听到来电的居然是苏荣英 班长粗意大增 你个死胖子 荣英为什么会联系你 你该不会跟她也有一腿吧 你他妈胡说什么呢 喂 苏孝花找我有啥事吗 肯定是好事呗 上次答应给你介绍女朋友 这回我人都给你带过来了 你过来见个面吧 真的吗 老胖我这就过去 带上我 我也想我家荣英了 刚才还说女朋友的事 这回桃花运自己找上门了 你去看看吧 苏荣英身边的女生 长相肯定和你演员 苏荣英跟闺蜜小雅在花园等很久 当看到胖子带着班长一起过来时 苏荣英瞬间觉得晦气 表情也变得很不耐烦 我给你介绍女朋友 你怎么把她带来了 昨天你把我删了 我看着红色感叹号 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我明白了 红色代表热情 你想跟我结婚 你别烦我了行不行 看你聊天宽我都恐惧 谁好人一天几十条信息啊 你写作文呢 如果不是真的喜欢 谁愿意做条狗呢 我死皮了脸 跟你聊天的样子 连我自己看着都恶心 苏荣英烦躁地叹气 把闺蜜小雅推到胖子身边 这是我闺蜜小雅 这是我高中同学 云松 任老实 你俩好好聊吧 容音 等等我 你叫我胖子就行 我要是有那福气谈个恋爱 我就不玩虚的 我就对女生好 肯定专一 我信你 你是韩贝塔的朋友 肯定也差不了 对了 我听说韩贝塔也是单身 真的吗 啊 韩贝塔 她 咋说呢 反正她有真心喜欢的女生 她交朋友也看人品 我觉得我人品就挺好的 韩贝塔交兄弟都得人品好 她喜欢的女孩应该也不差吧 那她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啊 小雅 你咋这么关心韩贝塔呢 我光介绍她了 你都没怎么了解我 没 没那是 我就是好奇 韩贝塔那么优秀 她的朋友一定也很棒吧 这不是给我介绍女朋友的吗 怎么三句话都不离韩贝塔 班长围绕在苏荣音身边各种转悠 嘴巴像机关枪一样 疯狂表白 苏荣音表情麻木 始终不肯看班长一眼 突然班长一句话若 苏荣音扭头看她 你刚才说为我做什么都愿意 哪怕为我去死 对 你的话就是圣旨 让你开心就是我的宗旨 荣音 你能不拉黑我不 不拉黑你也行 咱俩合力让韩贝塔跟那条鱼分开 我就继续跟你做朋友 这不太好吧 我可以帮你把韩贝塔揍一顿替你出气 你看行不 你没资格揍她 再说韩贝塔一根手指就能收拾你 我只想让她跟萧小鱼分开 我得不到的人 那条鱼也别想得到 这这这 班长看着眼前心心念了几年的女神 犹豫了片刻 随后做了一个违背祖训的决定 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手脚断了能活 不穿衣服可怎么行 行 只要荣音你开心 我做什么都愿意 说吧 让我做什么 听到班长的话 苏荣音得意地笑 随后在班长耳边叽叽喳喳说着她的计划 班长望着近在咫尺的苏荣音 满眼的爱意 表情十分沉醉 犹如傍晚晚的那疗人的晚霞 我伯爷 拜拜